人风喜事 精神爽 3月25日后的住姐 谢依林公布婚讯后 首次现身上海机场 能看出她心情很好 全程都是笑开花状态 网友纷纷表示 这是爱情的力量呀 看来幸福真的是藏不住的 3月19日 谢依林在微博中宣布 自己结婚的消息 今年生日我不一样咯 阿玲脱单了 是的 你没听错 老娘也是有人要的 人都要有想嘛 我结婚啦 恭喜我祝福我 人生难得怒刷一波存在感 消息震惊众人 但是她并未曝光 结婚对象是谁 而她过去从出道以来 也仅传过一次诡问 因此老公的身份 引来不少粉丝揣测 事实上 谢依林在2012年 与男友分手后 就一直没有传出新恋情 直至2015年 才被媒体拍到 与三名男子 一起在东区逛街 其中一位帽子男 不但贴心帮她拿体带 走路还不时肩并肩 互动暧昧 四人各自解散后 帽子男却单独跟她搭车 返回内湖处过夜 对方态度轻松泰然 似乎不是第一次一起回家 被怀疑两人是同居状态